一切自在 即一切无碍 一切一切与言诚意 圆满成就 融通无碍 才与自在 这是 世尊 总结前文 赞叹法障比丘 修 谱行 深远的大限 才能够 累积 无量无边的 种种功德 这是修音 国德所感的呢 是一切与一切乏了 得大自在了 一切自在 就是一切无碍 障碍 障碍都没有了 可以随意变换 一切与言满成就 这是大臣教师 我们能够将一切放下 事出事与一切乏了 非常之后 的事 必须知道 这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世间法不可得 佛法也不可得 为什么 自信 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也不是精神现象 它也不是自然现象 的什么 自信是唯一的真实存在 它不是现象 所以 无所得了 我们有得失的这个念头 这就是无实无名 这就是所有烦恼障碍的根源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就坚信 什么叫坚信 得大自在就是坚信 也就是一切法圆满成就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有感 你能同时印一切众生 这大自在啊 无量众生有感 无量众生 你就能印 就像我们眼前的屏幕一样 屏幕就是自己 里面的画面 千变万化 幻想 就好比是 设法界 一阵 庄严 什么地方有感 什么地方就有印 屏幕 每一个方寸 每一个点 它都印 千变万化 像还原观神这样的 畜生无尽 畜生无尽是印 我们其实跟诸佛如来 毫无差别 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 我们听不懂 真话是什么呢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本来成佛 成佛是什么意思 就是此地这两句话了 那加上前面一句三句 一切自在 一切无碍 一切远程 这就叫成佛 这三句 就在我们先前了 就在当下了 非常可惜的 我们自己不认识 这叫谜 谜 它还是起作用 它还是一切自在 因为我们谜了 我们有分别执着 就不自在了 你想想看 去掉分别执着 就自在了 有分别执着 不自在了 本来一切无碍 现在有了分别执着 它障碍就来了 无量无边的障碍 本来是一切远程 一切远程 就像是宝徒一样 那也是因为 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一切远程 变直了 变成十八戒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变直了 变直 是假的 是虚幻的 原成是真的 一针发现是真的 没变呢 是自己看错了 不是真变了 真的怎么会变 是自己误会了 我妈把屏幕 比作自信 自信就居足着善德 自在无碍远程 你对人怎么样呢 这影像在屏幕上出现 这人着急了 哎呀 我被染污了 我不喜欢这个景象 这影像被染污了自信 就这么个情形 一刹那之间 这经像又患了 他始终没觉悟 因为一直都是在染污 殊不知 根本就没有染污 根本就没有染污 慧南大师告诉我们 本自情境 没染污 本无动摇 没动啊 自信没动啊 这个礼仪跟寺 都有相当的深度 老同修 听经多少年的 我这个说法 你会有一点误触 初学的人听不懂 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圆满成就 融通无安 才愈自在 这是解释 自在两个字的含义 圆满成就 就是圆成 融是圆融 同时没有障碍 没有阻碍 这叫大自在 明信尽信的人 叫得大自在 好 好 雷 啊 说 雷 除雷 雷